侧尔夫宴会节完成度已经差不多了 先看一下新物品 首先是刚出的心理包 滑雪板 外观是黑红相间的单板 点击倒计栏图标会变成用手拿着 跑动时进入滑行状态或者跳跃 滑雪板会自动跑到脚下 现在有个比较有趣的bug 起飞要按跳跃键 飞行时滑雪板也会出现在脚下 另外在水面游泳时滑雪板会拿在手里 潜水时会出现在脚下 宴会节还有另外四个物品 其中三个兑换分别是 头饰、斗篷和竞速道具 第四个物品是礼包、雪挂鞋子 同时还有一个只有魔法没有获取方式的鞋子 很可能是废稿 先一起展示一下 礼包、雪挂鞋子虽然取材自雪挂鞋子 但跟雪挂裤子并不是一套 竞速道具摆放后是一个门 下方会出现一个图标 单点可以放置竞速路径 长按完成路径摆放 会顺移回门 下方会出现一个精神医院 最后等待会儿的鞋子 第二次教育门 又是小三号鉄道具 东似三号鉄道具 从大洋思考量 宴会节期间 预警的雪屋和办公室楼顶 可以兑换返厂物品 云巢会一下雪 有圣诞装饰 云野全图包括圣岛和时光机地图 也会变成雪景